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于指南 要求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 在标签专门区域醒目标示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 不能够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内容 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监管 让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深入人心 保健食品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但是对于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 我们要让每一个消费者都看清楚 这位所谓医学专家口中的 世界第五大发明叫做单活胶囊 这款保健品究竟有怎样神奇的效果呢 把保健食品当作药品夸大虚假宣传 这也是全国市场监管部门 今年查处的多处典型案件中的通病 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联合9部门 开展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 和消费欺诈专项整治 查处违法违规案件近6万件 获值30多亿元 下一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 将加强保健食品标注警示 用于指南的落实 严管保健品严打虚假宣传 打虚假宣传